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艾莎莉蛋糕 其實莎莉蛋糕只不過是磅蛋糕的一種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材料和磅蛋糕沒什麼分別 用最少的材料來還原莎莉蛋糕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要準備什麼材料 一杯低筋麵粉 兩湯匙奶粉 糖霜4分之3杯 牛油115g 泡打粉1分1茶匙 雲呢拿香油1分1茶匙 雞蛋3隻 怎麼少蛋糕沒呢 我們要把牛油完全軟化 軟化的牛油可以用攪拌器攪拌 牛油攪拌後 我們就加入糖霜一起攪拌 當牛油和糖霜完全融合後 就可以加入雞蛋 要記得要把雞蛋分開 不要一次過加三隻 再加入雲呢拿香油 我已經預先將低筋麵粉 奶粉和泡打粉過篩 所以我們可以一次過加入麵糊 裡面 之後呢 一直攪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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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用現成的檸檬汁代替 我們就把麵糊放進去 預先準備好的蛋糕模裡 可以利用刮刀幫忙把麵糊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要掃平表面 要記得預熱焗爐 用180度 焗的時候 我們就用160度 焗45分鐘 我們這個沒有外表 有內涵的 芋頭髮蛋糕完成了 現在切開看看 剛剛焗出來吃的話 我覺得味道不太相似 一定要將它放入冰箱 冷凍一晚後 第二天拿出來吃 就會有點像沙利蛋糕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